每天学点智慧1025,如何才能度过正在经历的艰难时期? 每个时代都会出现艰难时刻,每个人都会经历艰难时期。 下面的七条建议,让你在艰难时期保持健康的心理。 一,试图确定根本原因。 绝望通常是心理健康问题的征兆。 例如,紧张,自杀意念。 三,想太多,他们都是可以治疗的。 管理得当,治本治本,疼痛减轻。 二,考虑建立一个支持网络。 如果可能的话,试着联系朋友和亲戚,你也可能渴望建立新的关系。 其他人也可能会帮助您,访问您不知道的其他有用资源。 三,提醒自己美好的事物,生活充满起起落落。 很可能你已经克服了过去的困难。 试试这些来增加幸福感。 继日记。 正念。 自然徒步旅行。 积极地肯定。 算。 绝望的迁道。 也许你并不总是感到绝望。 也许这是一种短暂的感觉。 正在提醒您注意某事。 感到绝望可能是您的思想,促使您更频繁地参与自我保健程序的方式。 您应该尝试以下自我保健技巧。 感恩。 吃得好。 花时间独处。 与朋友外出。 参加您喜欢的运动。 五,确定友谊的未来想法。 制定策略有时可能会帮助您克服这种令人沮丧的感觉。 考虑一下。 我今天希望完成什么? 我可以采取什么好的行动? 什么给我带来快乐? 我喜欢做什么? 六,寻找榜样。 考虑一下你喜欢的人在你的位置上会做什么? 谁激励你? 谁启发了你? 看看你周围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所克服的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灵感。 七,描述你的情绪。 您可能会经历以下情绪。 恐惧。 悲伤。 担心。 愤怒。 紧张。 不确定性。 保持心情日记来记录和表达你的情绪。 冥想可以用来承认不愉快的感觉。 而不是反射性地将它们推开。